这场四场比赛打完 中国队0-1隐恨输给伊朗 只能够争取这个足球的 前两局双方军无剑术 第三局中国队由延峰击出安打 小将于彦宏跑回本磊 为中国队首开记录 此后中国队打出了高潮 第四局桃花一击本磊打后 陈红 魏强 于彦宏又各得一分 此时日本队阵脚大乱 中国队老将王力宏强忍旧伤 投满七局 使日本队没有任何进攻机会 最终中国队以5比0大胜 连续第三次赌得亚运会冠军 他们一直憋着要打 争取我们亚运会的三连冠 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 我从心里就特别感动 我也特别感谢他们 他们为国争了光 为我们民族争了光 我们播放 中国女兰今晚的半决赛对手是上街亚勇会冠军韩国队 破釜沉舟的决心是中国女兰打出了近年来少有的气势 针对韩国队的特点 中国女兰坚持打内线 发挥自己身高的优势 并采用扩大丁人和联合防守 控制韩国队的三分球远投 这一战收入成功地遏制了韩国队的进攻 中国队比分持续领先 最多时曾有11分 上街亚勇会中国队输给韩国队30分 压锦赛再一次赴予韩国 只获得第三名 今天中国队终于在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 以80比73战胜韩国队进入决赛 他们将与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的胜者争夺冠军 中国队与伊朗队的足球半决赛吸引了大批观众 这也是两支球队在亚勇会的第二次交锋 第一场比赛伊朗队凭借巴盖里和阿里戴伊的两一入球 以2比一击败了中国队 第二次相遇 中国队的主教练霍顿和前锋浩海东都因为红牌而无法到场 在坚持了整整45分钟之后 下半场第四分钟 伊朗队终于攻破了中国队的大门 阿里戴伊主罚任意球 将近扑球脱手 被跟上的穆萨维捕射破门 这个任意球距球门有24.1米 阿里戴伊踢出的这个球的速度高达每小时78.3公里 中国队这也是第四次富于伊朗队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科威特队以3比0击败泰国队 两支西亚球队将争夺冠军 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第三名 女萌球比赛今天下午进行了五个单项的半决赛 国国选手闯入了三个项目的决赛 东炯以2比0击败了马来西亚的杨福景 他将与印尼的叶成万争夺南单冠军 龚志超战胜了韩国的李周璇 他的决赛对手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击败叶昭影的日本选手李苍加奈子 葛飞顾俊也以2比0击败了韩国的罗景民张慧玉 他们的决赛对手是一对印尼选手 闯入混双比赛决赛的是两对韩国选手 印尼名将苏巴吉亚·麦娜基 在南双决赛中迎战一对泰国选手 五个单项的决赛将于明天下午进行 中国棒球队今天同中国台北队 进行了争夺亚运会棒球铜牌的比赛 先发投手张伟军完全压制住了对方的打击 第四局下半局中国队江潇与人民各得一分 中国队2比0领先 但从第六局开始 中国队由于投手体力下降和个别选手的失误 使中国台北连下三分 第七局中国台北队趁中国队急早直击 狂下七分 尽管下半局中国队奋力扳回四分 但最终以6比10不敌经验丰富的中国台北队 亚运会武术项目今天进行了三打和男子太极拳的比赛 中国队的两名选手在52公斤级和65公斤级的比赛中分别战胜对手进入下一轮 而为了推广武术中国队放弃参赛的男子太极拳的金牌 则被中国台北队的选手詹明树夺得 长红红太阳超频踩电 特别中场上 我觉得我们还欠缺 中场还是有点 中场实力上 实力 个人的实力比较差 在我们在进攻上 办法并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的防守今天确实是比较好 对方没有什么机会 只是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所以这种差距我觉得在缩小 我们也看到 中国男子排球队昨天是以3比1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在比赛中和队友相撞并受伤的队长周建安在赛后说 这块金牌本来就是我们的 比赛结束之后 运动员们相拥相弃的情景令人心动 12月15号 34岁的周建安和他的队友们历经熬战 终于再一次站到了亚运会男排冠军决战的赛场 作为中国男排年龄最大的选手 周建安是在已被任命为四川男排主教练之后 又被召回国家队担当起核心人物的角色 谁都掂量得出决战关头这位老将尖头的分量 在经历了开局的一段艰难之后 中国男排以15比7和15比11连拿两局 胜利似乎已是呼之一出 但是向来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 却在第三局以15比10扳回一份 只在夺冠的中国队面前 陡然竖起了一道难关 四年前广岛亚运会上的一幕 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同样是冠军决战 同样是中国男排以2比0领先 日本男排在扳回第三局后 趁中国队气势受挫又连下两成 以3比2让中国队以 2021年加速选择 每个月都会用达到一半 最后要敲刷在红尾子 最后要敲刀